立法院通过那些国会扩权的法案 国会滥权的法案 立法委员以为自己多大可以当检察官 以为自己多大可以当监察委员 立法委员讲话乱讲一通 官员也不能回答他 立委在咨询的时候乱讲一通 那个部长只要讲一句 说委员你讲错了 只要敢讲你就是藐视国会 那以后谁要当部长 谁要出来为大家服务 在台湾社会在中华民国 有一股支持台湾继续向前走 支持中华民国继续发展的力量 是很强大的 台湾人每隔两年 会用自己的选票来决定 我告诉各位 张兆良现在在这里 魏云的服务团队在这里 他们在桃园市议会 监督张三镇 给了建设的提议 有纷纷扰扰吗 有吗 我们都给张三镇好好做 对不对 这些议员有很用力的骂张三镇吗 没有 就让他好好做 我们的市议员还是好好的跟他讲 我们龙毯需要什么 我们也提醒张三镇市长 你好好的做 没有对他讲任何的重话 对不对 他只有干了一件事龙毯很不开心而已 就是台积电 对不对 不管那件事情 原因理由是什么 反正台积电就是没来 我不管他发生的理由是什么 你当一个市长 你要帮大家争取吗 不是吗 桃园从过去 桃园县 升格到桃园市 桃园有多少的发展 桃园有非常多大型的建设 陆陆续续都在完工 现在的张三镇市长 也几乎每天都在剪裁 都是郑市长做出的建设 一个这么认真的市长 总不能因为有一两件案子 然后就抹杀过去的努力 对不对 做人要有公道对不对 你不能说 郑市长因为有一个案子 所以这八年在桃园 所有郑文餐做的事情 全部是贪污 这种话我听不下去 对不对 我们龙坛 我们平正 郑市长没有建设吗 这些建设全部都是贪污吗 这样讲有道理吗 这样讲有道理吗 不要欺负桃园人 不要对桃园的这些建设指指点点 我们桃园有一个市议员 平常没有住在桃园 每天在电视上乱讲一通 什么有三个什么土地开发 所有六个土地开发 所有十个土地开发 通通是逼案 这样讲有道理吗 有问题你去检举 有问题你去告 拿不出任何的事情 啥在乱打 乱讲一通 看到现在郑市长被关在里面 所有箭都射他一个人 他可以出来反驳吗 没有办法 然后大家就认为说 好像是好像是好像是 不要欺负桃园人 欺负成这样 有犯错哪一条犯错 检察官会处理 法官会处理 该给公道给公道 该惩罚给惩罚 但是不要把桃园讲得那么难听 对不对 这个事情 民进党的态度很清楚 要跟各位报告 民进党在第一时间 在郑市长的案子刚出来 他都还没有被羁押之前 民进党就宣布 只要羁押就停权三年 管你有没有罪 先让你不能在民进党活动三年 这就是态度 国民党不是 林芝妙 当县长每天跑三点半 当县长每天钱在那边弄来弄去 手机的这个信卡换来换去 到现在都没事 现在还在当县长 他女儿他儿子 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他都没事 不公平 虽然对司法我们觉得不公平 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司法不是吗 我们还是要相信检察官 相信法官 即使不甘愿 我们也要相信 对不对 不然怎么办呢 不然怎么办呢 检察官法官 还是我们要最相信的嘛 对不对 所以拜托各位 我们在基层 我们在龙潭 在平镇 我为什么今天从头到尾 我不讲台语 我知道这里的乡亲 大家都敦厚老实 客家人很多 很多军工叫在这里 对不对 我相信各位都很理性 各位做事情也会有点分寸 刚刚好就好 对不对 对 你看那个许巧心 拿着人家说什么 关在里面 吃了早餐怎样 在那边发 我问你啦 今天他拿来这里发 你会吃吗 你会吃 关在里面的人 吃的东西吗 你会去那监狱 看烧手的门口 买那个慧客菜 回家弄一桌 自己吃吗 做人不要太过分 对不对 他知不知道他先生 他老公的姐姐 现在每天在吃那个 这个叫大姑 如果各位 你们有家人 你们有朋友 有朋友的家人 现在被关在里面 你会拿这个东西 取笑他吗 有没有良心啊 有没有人性啊 这些人都在 扰乱台湾社会 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这样以后怎么教小朋友 怎么教小朋友 他这种如果在学校里头啊 你的孙子在学校里头 就会被这种人霸凌 欺负 然后家里的孙子 小朋友不敢讲 因为他很凶 都不敢讲 回家不敢跟爷爷奶奶讲 因为讲了回去 还会被凶 大家要看清楚 现在台湾的政党 我不要说什么政党 什么政党 现在就是有一股 很奇怪的力量 在影响中央政府的施政 因为没有道理啊 怎么可能说 花蓮 要花两三兆 把中央山脉打通 那个美丽的山 说要挖一个洞 把高速公路打过去 里面温度几百度呢 工人没办法施工呢 怎么会有人想到这种题目 然后就要从中央 直接把钱挖去花蓮 上一次 几年前的地震 大家捐钱去花蓮 那去干嘛 昨天 福昆奇 又拿4月3号那次的地震 又要继续跟中央政府 拿几百亿呢 几百亿呢 很夸张耶 就要弄一个条例 就要拿走几百亿呢 各位在家很多爸爸妈妈 你们家里的钱 每个月的收入就这么多 如果有一个儿子回来说 爸爸 你所有赚的钱 我至少要拿走一半 其他你跟 你们跟家里的弟弟妹妹一起分 你会怎么样 被挖走一半 你就剩一半啊 对不对 爸爸妈妈怎么持家 国民党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 要把我们行政院没办法施政 要让总统没办法施政 每天乱七八糟 立法院通过那些国外扩权的法案 国外滥权的法案 立法委员以为自己多大可以当检察官 以为自己多大可以当监察委员 自己可以当部长 自己可以当院长 立法委员讲话 乱讲一通 官员也不能回答他 你以为在咨询的时候乱讲一通 那个部长只要讲一句 说委员你讲错了 只要敢讲你就是藐视国会 那以后谁要当部长 谁要出来为大家服务 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内阁的很多的部长啊 他原来来自企业界呢 他一年的薪水是几千万呢 很多来自学校的教授 他去当那个部长 每天被这些不认识制的立法委员 每天被骂 在那边羞辱 他不能回嘴 那他为什么要去做 他为什么要去做 他要服务大家 他当个企业的董事长 一年几千万他不做 跑去当个部长 一个月二十万 一年两百多万 然后在那边被人家骂 很多部长 他当董事长 在企业员工几千人呢 是他骂人的呢 他不要 跑去当部长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服务大家 可是 当我们的立法委员 订定一些法令 让这些部长没办法好好做的时候 以后的好人才 就不会想要去公部门服务 好人才 就会继续留在民间社会 不愿意去帮大家服务 大家就接下来 得到的政府的照顾 就会很少 大家要看清楚 现在立法院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我再讲一遍 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 难道民众党不知道 他们这样做人民不支持吗 所有的民调都显示 这半年以来 国民党的民调一直往下掉 民众党的民调一直往下掉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定有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比他们的政党还大 对不对 这股力量 不是来自台湾 这股力量当然来自中国 每次只要有立法委员 跑去中国一趟回来 就开始乱言 开始要做一些事情 欺负台湾人 欺负各位 然后呢 我们在地的乡亲 立法委员说来 我带你去中国旅游 你都不用付钱 去玩七天 玩五天 没去过大陆 我带你去 缴三千块五千块 小三通买机票买船票 过去以后全部招待 就这样被人家招待 回来就讲别人的好话 这样有道理吗 这样有道理吗 拜托各位 大家都爱自己的土地 大家都爱自己住的地方 希望这个国家更好 希望各位的小孩 各位的孙子 在这里好好读书 快乐的成长 出国去 你要说我是一个台湾人 我很骄傲也可以 你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很骄傲也可以 拿出中华民国的护照 拿出台湾的护照 出去很骄傲都可以 但是各位 爱这一片土地的心不能改变 现在唯一 要让这块土地 没有发展乱七八糟的 只有中国 只有中国 所以请各位想清楚 为什么立法院最近 等一下我们立委 跟各位讲 为什么立法院 这半年以来乱七八糟 除了这几天 除了昨天晚上 除了下礼拜一 礼拜二 通过几个跟小朋友 有关的法案 跟我们的海洋保育 有关的法案 跟我们打击诈骗 有关的法案以外 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 这些人我们要提醒他们 我们要提醒他们 这些立法委员 我们要提醒他们 我不要说我要警告他们 我说我要提醒他们 他们做的事情 我们的选民都在看 对不对 对 我告诉各位 在台湾社会 在中华民国 有一股 支持台湾继续向前走 支持中华民国继续发展的力量 是很强大的 这股隐形的力量 是很强大的 台湾人每隔两年 会用自己的选票来决定 我告诉各位 张兆良现在在这里 卫允的服务团队在这里 他们在桃园市议会 监督张善政 给了监设的提议 有纷纷扰扰吗 有吗 我们都给张善政好好做 对不对 这些议员 有很用力的骂张善政吗 没有 就让他好好做 虽然大家对他都不熟 虽然大家很少看到他 虽然他不像以前的政事长 常常出来跟大家见面 他都在市政府里头 认真办公 跟大家比较不熟 我们的市议员 还是好好的跟他讲 我们龙毯需要什么 我们平正需要什么 我们大西需要什么 对不对 这叫做理性问证 我们也提醒张善政市长 你好好的做 没有对他讲任何的重话 对不对 他只有干了一件事 龙毯很不开心而已 就是台积电 对不对 不管那件事情 原因理由是什么 反正台积电就是没来 没错吧 台积电就是没来 没错吧 我不管他发生的理由是什么 你当一个市长 你当一个市长 你要帮大家争取吗 不是吗 台积电只要一来 台积电多聘一个员工 你知道周边的产业多几个员工吗 至少十个 至少十个员工 多了十个就业机会 台积电一个厂 如果有一千个员工 我们这里就会多一万个工作机会 各位知道台积电不止领薪水 都爱发股票了 对不对 台积电股票现在一张多少钱 一百万 一股一千 一张一百万 如果你在台积电上班 老板到了联中说 一个人发一张 你不要以为一张很少 一张就一百万 当一个市长 不就是需要 帮我们这个地方 争取大的建设计划 争取大的开发案 争取大的厂商 来我们这里设厂 给我们的这里的乡亲有工作机会 让我们家里的年轻人 在我们家附近工作就好 至少他在家附近工作 会回来住嘛 结了婚会回来嘛 孙子会抱回来嘛 年轻人去外面工作 小朋友给阿公阿嬷带嘛 对不对 对 大家都开心嘛 不要每个人都要去外面工作 都要去外面租房子 赚的钱都给房东 每次过年 除夕夜回来 大年初一早上 到大年初二早上 就又要回去了 一年就抱一次 回来给阿公阿嬷带 所以我们也提醒张三镇市长 多帮我们桃园 帮我们农潭 帮我们平正 争取一些大的工作的机会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好生存 好发展 这些都是理性的问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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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